凡是做不成事情的人,心中都有自卑感,这种人在无心无力做一件又挑战性的事情时,常用的借口是,也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,而成大事者,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,就是拒绝与自卑纠缠,一脚把自卑踩得粉碎,我们可以称之为战胜自卑吧? 做不到这一点,即使你是神仙,也会终身平庸,一,我迷茫,但我从不逃避现实,我冷漠,可是只要遇见对的人,我会燃烧,我气弱,但必要时我会拿出足够的勇气,我没有宏伟的理想,但每一天,我都在默默的努力,我也是渺小,但我值得自己骄傲,二点成功的路上没人叫你起床, 也没人为你买单,你需要自我管理,自我约束,自我学习,自我成长,自我突破,连都是逼出来的,人的潜能无限,安于现状,徒步自封,你将逐步被淘汰,逼自己地把,突破自我,你将创造奇迹,放大格局,一切皆有可能,春天万物生计,相信自己,加油! 三点生活中有太多无奈的选择,总让人深不由己,千莫交错,勿为杂陈,只有走过齐吃,才知平淡,经历风雨,光剑彩虹,要学会在阴霾中找寻温暖,在暗夜中探求光明,拒绝平淡如水的生活,领略刺激起伏的风景,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四,脚正不怕邪歪,身正不怕隐邪,心正不怕雷打,无人正不怕乱事,到什么时候都要记得,住个好人,修科煞心,到什么时候都别忘了,善有善报,恶有恶果,凭生为做亏心事,不怕半夜鬼敲门,素来与人无恩怨,好人一生总平安。 五,将一颗花生头的漏斗里,很快就落下去了,而把一把花生头的漏斗里,花生相互挤在一起,竟然一颗也落不下去了,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将有限的精力沾住到一个领域,每天做好一件事,日积月累成绩未业,而把所有事挤在一起,缺乏和心竞争力,则最终会一事无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